所以這個剛好是一個轉折 就是為什麼記者他會沿路失標與這件事情 我剛剛跟你講說在台灣 我們看到這種情況其實一點都不特別 就是說在全世界各地呢 只要是社會運動的場合 記者跟示威者跟抗議者的衝突 其實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是一種屢見不鮮的一種狀態 例如說在台灣在過去在戒嚴的開放的時候 就是戒嚴之後 台灣社會運動非常非常多在1980年代 那當時的電視台只有台視、中視、華視 都還沒有什麼TVBS、三立 我們就只有活在一個三台電視的年代 那當時的三台其實就是所謂的黨政軍控制嘛 就是台視就是當時的省政府的 那中視就是國民黨的 那華視呢就是國防部跟教育部的 所以它是由國民黨執政黨跟這個政府 他們所控制的媒體 那中視跟聯合基本上來講也是跟政府的關係 跟國民黨的關係是比較好 因為中視的老闆跟聯合報的老闆 以前都曾經都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那中常委就是他們最高的權力機構 而國民黨的中常委其實也都常常是可以影響到國家的政策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其實更封閉 那所以常常會出現有狀況就是 如果有人上去抗議的時候 看到這些電視台通常都會這些記者都會被攻擊 那記者怎麼辦呢 記者都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就是他常常會把他自己的電視台的這個所謂的logo 他的mark整個把他蓋住 或在那攝影機上面呢 就乾脆綁抗議者的布條 表示我認同你 他可以減少他的攻擊 我還記得在24年前的三月學運的時候 其實當時也是在只有三台的年代 那電視台對於所謂的學生運動 野百合運動的報導也是非常不友善 我們那時候還曾經特別開了一個隊伍 就是跑到台市跟華市去丟雞蛋 所以這個是非常普遍非常常見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呢 還有在像這個06年這個紅山軍的時候 這些綠營的名嘴 所謂的綠營的名嘴 包括像鄭弘怡啊 包括像陳立宏啊 他們的照片是在紅山軍的抗議的場合當中被樹立起來 樹立起來不是因為要就是說你來支持我們 不是 他是被丟雞蛋的 他們是被噴漆的 所以群眾運動的群眾 抗議者去攻擊記者是不分藍綠的 他只有分彼此但是不分藍綠 就是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媒體 你到底是不是跟我站在一起的媒體 OK 好 那當然也包括他是不是夠客觀重力嘛 那我要給大家看的是香港 不知道香港也是 韓國也是如此 這是香港在這個所謂的反高鐵運動的一個照片 那香港有兩家主要的媒體 一個是ATV 一個是TPB TPB就是TPBS 跟他的姊妹公司 那TPBS TPB在香港有一個稱號叫做CCTVB 你知道什麼叫CCTV嗎 就是中國的中央電視台 對 那CCTVB就是中央電視台 就是香港的中央電視台 CCTVB 所以當有一次這個香港在報導 這個所謂的TPB在報導六四運動的時候呢 結果呢在旁邊就拿那個紙條 拿到那個看板 然後在旁邊一直干擾那個記者採訪 然後他就大喊什麼呢 大喊無線電視 就是四四蛋蛋 四四蛋蛋就是馬馬虎虎 那我要給大家看的這個畫面呢 這個其實是在香港反高鐵運動的時候一樣的畫面 一樣的情形 在香港的蔡園村就是高鐵會經過的地方 他剛開始怎樣塞給你 他可能被你阻止 做不到採訪 覺得你惹賣人 你其實很容易做到這種事 累積了一種情緒 覺得這件事還要大量度 很大量快心情緒 又在那種花絲的爆發 所以全部都要反思 你的機構做了什麼 你請問到底有沒有人排的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這個應該是媒體史上最封錢的 最封錢的 你才有這個討論 這是在2008年發生的事情 如果沒有記得應該是2008年 在2010年他們就拍了一部紀錄片 叫做《香港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 這部片子其實就訪問了當時很多的 獨立媒體的工作者 以及香港很多主流媒體工作者 他們就在討論說 為什麼在反高鐵運動當中 絕大多數的示威者都會去抗議 或者是去干擾主流媒體的採訪 主流媒體的記者為什麼都會對示威者 通常充滿了非常多的敵意 他們就在做這樣的討論 其實這部片子很有意思 從傳播教育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棒的一部片子 我們可以從這裡面看到很多 在這個所謂的主流媒體的一些價值 那簡單來講我剛剛提到說 絕大多數的主流媒體記者 他們其實都會有他自己的一個價值跟立場 因為他也是人 那主流媒體的價值跟立場一部分是他自己的 一部分是他老闆的 因為老闆如果他反服貌的話 他恐怕也不會去支持服貌 至少在他的報導上面 他是沒有辦法去支持服貌的 就好像你去工作 你的老闆叫你往東 絕大多數人是不會往西的 如果你往西你就會往生了 對不對 你大概就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繼續工作下去 所以這個不是只有媒體 在很多人的工作上面 基本上來講他當然不見得會存在了某種的價值 可是他會有一些某種工作上面的一種限制 所以他其實常常會有兩種的價值 而這兩種價值 老闆的價值通常會高於他的價值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另外一個原因是 很多的主流媒體的記者 他對於所謂的抗議這件事情 他是陌生的 就是很多的記者 他們可能都是在一個比較傳統的 一般的教育當中去教學的 例如說他就教你怎麼去編啊 怎麼去採訪啊 怎麼去寫作啊 那不太會去要你去跟實際的這些人 有比較多的接觸 這是整個傳媒教育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他們去上我的課的時候 我就會鼓勵他們要去社運的現場 不管你是支持或是反對 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人家在幹嘛 所以在這個教育當中 他其實也不進來會告訴你說 你要去跟社會運動者有更多的接觸 所以他常常會站在一個中立的角度 來去看任何的事情 所以他本來就不一定會去支持 不一定會支持這個所謂社會運動 那而且其實在這部片子裡面很好玩 這部片子裡面 因為他是一個香港要蓋一條鐵路 高速鐵路 從香港 然後廣九鐵路 就是九龍到廣州的一個高速鐵路 那很多的記者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好的事情啊 因為我們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香港會進步啊 對不對 香港會跟中國有更密切的往來啊 那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會有更多的收入啊 那你們為什麼要反對呢 這個是促成經濟發展 國家發展的一種價值 你們為什麼要反對呢 你會發現跟福茂很像 這種合作 這種跟中國交易往來 不是對台灣很好嗎 你們為什麼要反對呢 所以會有這種所謂不友善的行為 其實包括在他的意識形態 價值觀上面 包括他在工作的層面 受到老闆的價值的影響 包括他自己在工作上面的過度疲勞 包括在他的工作上面 不斷的被干擾 所以會對這些抗議者不友善 其實全世界接來 那所以做一個抗議者 如果你知道這些主流媒體 會有這種不友善的傾向 那如果我們只是一面的去阻止他採訪 只是會讓事情更糟 只是會讓事情 他不會因為這樣子而對你報導得更好 就像望重被搞成這樣子 他有因此而更支持學生運動嗎 並沒有 所以我在那時候 我也會告訴一些在現場朋友說 真的這樣子搞 其實一方面對記者的工作其實是 他本來就不一定要站在你的立場 他為什麼要站在你的立場 不是要客觀重力嗎 客觀重力為什麼一定要報導你好的事情 那到底是你在客觀重力還是他在客觀重力 另外一部分其實 常常會這種所謂的回應 都是一種適得其所 都不見得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看到 這是跟大家談到在主流媒體出現的一些狀況 其他背後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因素 那當然 雖然主流媒體不報導 可是呢 就是我們來報導 我們來報導就是一般的公民 他就開始來進行這些相關的報導 那在3月18號晚上 我剛剛講說是一片漆黑 但是他有一盞明燈 這盞明燈就是直播 那今天那天晚 隔天我們學校的學生 就是兩個大爺的學生 因為看到直播之後呢 他就非常的樂解跑去 然後跑去之後呢 他就不知不覺就變成直播團隊的一份子 然後有一個禮拜沒有回家 也沒有洗澡 就在那邊做直播 那其實還蠻厲害的 那那天我請他分享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最早做直播的是一個叫Long Sam的一個先生 然後他說 其實呢 我們只是小小的蠟燭 那主流媒體呢 是大大的燈光 可是因為大大的燈光消失了 才能夠看得到我們小小的蠟燭 更顯得我們小小蠟燭的重要性 也就是說主流媒體失靈了 他更顯得公民媒體 或是獨立媒體存在的這種所謂的重要性 OK 所以那天晚上就開始進行直播 那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在當時將近會有12家的 12個現場在進行直播 包括立法院內立法院外 包括這個青島東路 包括鄭江街 包括其他的林山南路等等的地方 他都其實都有很多的這個直播 那所以這個其實在台灣是非常罕見的 一個社會運動有這麼大的直播 當然是跟他社會運動本身 他的規模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也因為這個網路的高度使用呢 所以在現場 他其實產生非常嚴重的網路塞車的情況 我去那天只有去一天 我那天回來之後 我有很多的感想 一個感想是說 我本來要去青島東路 可是呢 隨著糾察隊的指揮 我要去青島東路 我就不知不知也被擠出來了 我就離開了那個地方 直到在叫網拿走 我就網拿走 我是一個守規矩有禮貌的人 我就不知不覺走出來 又跑去我朋友的公司去那邊上網 然後第二個感受是說 那邊實在 因為我要順便幫公民營資料庫 我們一起要做一些這個影片的上 這個所謂的圖片的上傳 然後再怎麼樣 我都沒有辦法上傳 然後我在 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紀南路 一直待到晚上 我在紀南路完全不知道 青島東路發生什麼事情 我在青島東路 我在紀南路完全不知道 異常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其實那時候 我又想到一個 如何去搞掉這場運動的方法 就是我只要找一個人 上去台上說 警察已經攻堅了 反正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你們也不知道 青島東路發生什麼事 我只會照一個謠言 全部都會亂 亂這個時候 我就可以趁機趕快把這個青島東路 都可以站下來 把這個趕到某個地方去 那 所以我回來 嘉義我就寫了一個 我在臉書上發了一個帖子 就是說 我在嘉義知道的 比在現場還要多很多 我在嘉義知道 掌握現場的狀況 比在現場還要多很多 那所以它的網路是非常非常塞的 那可是這次運動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用Wimax 用Wimax 然後就很多人加Wimax 它是更高速的網路 然後同時其實 包括遠傳電信 包括台歌大 他們都有現場的電信 這個發送車在現場 因為有人認識這些 電信公司的高層 就打電話叫他們說 趕快來賺錢 不是啦 趕快來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他們其實有兩三輛車 都要現場 OK 那當然在這裡面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工具 就是臉書 這張圖其實是非常非常 有意思的一張圖 我們可以看到臉書 就彷彿一把槍 它就可以去對付這些 拿著這個警棍 拿著盾牌的人 那臉書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工具 那這個工具 其實有一些很好玩的特色 例如說 它是媒體又是社群 所以當然我們叫做社群媒體 對不對 可是那社群的強度 又會比Twitter 比Prom 或是比其他的 這種所謂的社群媒體 它更強 那所以它有媒體的功能 媒體有什麼樣的功能 例如說 它是一個資訊的看板 所以它會常常告訴你 公告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運動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去黑島經的轉頁 你可以去很多很多不同的專業 去看到這個當時的現場 或是有什麼最新的訊息的出現 那它同時又是一種動員的浩獎 它很容易去讓別人因此而去參與 但是它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我們也曾經聽過 就是萬人按讚 無人到場的這種例子 可是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參加 其實有它很特別的原因 那它同時又是一種所謂的秘密的基地 為什麼它是一個秘密基地 因為它除了是一種公共的或是公開的特質之外 它其實還有社團的功能 所以很多的內部的討論都會在裡面談 所以例如說 你可能跟同學會常常為了一堂課 然後開了一個社團 對不對 然後在那邊討論作業 然後作業寫完之後 那個就變成一個垃圾 就變成挺時間 然後就擺在網路上面 然後就開了另外一個社團 所以你不想讓人家知道秘密 都可以在裡面去談 那可能更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臉書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什麼叫熟悉的陌生人 就是說 你有多少臉友 跟你在實體上面有多少朋友 他通常是有關的 比如說你的臉友 有很高的比例是你在實體上面的朋友 對不對 你的臉書的朋友 除非你是名人 要不然你在臉書上面的朋友 很多是你本來就認識的 所以他常常 他是怎麼 建立在一個認識的基礎上面的 網路的朋友 那當然你會 因為這是一個網友的關係 你會變實體的朋友關係 然後他的計算方式 又常常會跟你的學校啊 跟你去怎麼填你的資料有關 然後跟你有沒有去按別人站 是有關係的 所以他會拉出來的這些朋友 也通常會是你的朋友的朋友 就算你不知道他是你朋友的朋友 他會告訴你說 我們有哪些共同的朋友 所以他不是一個完全的虛擬的世界 他跟BBS不一樣 你在BBS上面的人 可能真的不太認識 可是你在臉書上的朋友 你們起碼都會有一些認識的基礎 而這個認識的基礎是什麼 就是一種信任的基礎 也就是說 你的朋友講的話 你會相信 你的朋友叫你往東 你通常都會跟他 稍微跑一小段路 所以臉書作為一個社會動員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它的重要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建立在某種信任的基礎上面 我們建立在某種的信任的基礎上面 所以他就很容易出現 我不是要講王秉中 就是風風相連到天邊 對 就是他就會風風相連到天邊 就是牽扯出一大堆的人 他就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動員的力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是直播 第二個是臉書 那當然這些直播跟臉書 其實跟背後的整體的東西是有關 那我們再看還有包括像很厲害的 三小時募集到633萬 然後在蘋果 那超過了 其實已經超過633萬 然後在蘋果 在自己的時報 在紐約時報去刊登廣告 那包括他們做的網站其實也蠻厲害的 其實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也有包括Google地圖 你可以看到當現代人的分布 然後如果你要去哪裡 要需要什麼資源呢 人要去哪裡動員呢 基本上來講也都透過這些部分 那你也可以去立法院來排班 這是一個apps 你去下載apps就可以去排班 然後登錄之後呢 你就可以幾點幾分 你要到哪裡去首頁或去排班 這樣看起來排班人真的不太多 好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那當然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有一些臉書或是一些獨立媒體 或是網路媒體 他們在這個部分做了很多的報導 當然主流媒體報導也非常非常多 例如說蘋果日報 他在這一次的運動 從3月30號到3月30號他們其實就增加了11萬7千多人 那包括像台大新聞議論壇其實在 他原本是台大新聞研究所的一個臉書的專頁 但是也沒什麼人按讚 那應該是有一兩千人 可是在這場運動當中應該是超過 至少現在已經超過13、14萬嘛 對不對超過14萬人左右 所以最大的收割者就是台大新聞議論壇 就收購了很多的臉書的讚 收購了很多的這些朋友 那當然跟他們幾乎是24小時 在做報導有關 他們大概應該有80個人 80多個人 對不對 然後是來自於 除了台大同學之外 也聊到包括像政大、交大、師大 還有傳播學生鬥爭 還有我們中正的同學 也有參加這個台大新聞議論壇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講座 待會沒有多久就會在台大新聞議論壇出現 他們就會來做這個報導 那其實包括像新頭殼 或者是我們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 苦勞往 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是一個收割者 就是他其實這個 因為他報導量非常非常大 像公庫原來在這場運動之前的 這個粉絲人數 我如果沒有進出的話應該是2萬3 今天已經是5萬6了 但是我們已經慢慢的回到原來的樣子 就是原本在學運那幾天就衝得非常高 那因為這些獨立媒體的報導 或是說公民媒體的報導 也讓這些資訊呢 他可以更快速 而且是一種比較相對之下 是一種有系統的這種傳遞 所以這場運動 如果我們要談到網路上面的特色的話 我想應該就是鄉民、駭客加上獨立媒體 這幾種不同的角色 在這個獨立媒體或是在網路這個世界當中 他做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串聯 或是一個推進的這個角色 那而且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過程裡面很多都是由下而上的 他幾乎沒有一個真正的指揮中心 那也就是說包括在那個立法院議場裡面的 這個非常狹隘的這個決策小組 恐怕也都沒有辦法去指揮別人要怎麼去報導 因為他根本就顧自己都顧不來了 他沒有辦法去做一個龐大的這個部分 雖然有媒體組 可是別人也不見得去盯著媒體組的指揮 所以這些你會看到包括各式各樣的GDD 或者是像臥草團隊 或是像公庫團隊 或是台大新聞議論團隊 他們基本上來講都會去找他自己的位置 然後發現哪些不足的地方 他就會自動補位 所以這個其實不管是在這個運動裡頭 或是在運動裡頭的媒體 你都會發現他出現了一種由下而上自動補位的一種特質 可是這樣的一個做法很特別嗎 很多人都會常常把一場社會運動的成功 特別是最近這幾年 會說網路世代啊 然後網路很厲害啊 然後臉書很強啊 然後有直播啊 的確感覺是很厲害 可是真的有很特別嗎 真的是有那麼厲害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現在在做的東西 大部分的一個規模 不是講規模 它的一個架構在過去的幾年的社會運動當中 其實都已經存在 例如說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 它是台灣說不定也是全世界 第一個用網路去直播社會運動的社會運動 直播那時候比較慢 直播那時候只有一個頻道 但是後來野草莓運動也發生 也慢慢北中南東各個地方 也開始做網路頻道的這個串連 所以網路有很厲害嗎 好像也還好 因為人家野草莓的時候就已經做過了 那或者是說裡面有很多的做法 都是在熱身保留運動的時候已經出現過的 例如說633萬 然後在三個小時完成集資募款 好像很厲害 可是在2006年還是2005年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群朋友 那就分了好幾次在做網路的募款 例如說當時的媒體對於社會運動報導 一樣不像現在那麼友善 可能是更糟 那對於熱身保留運動的這個報導 基本上來講 你大概只能夠看到一些衝突的面向 你都看不到那個所謂的實務上面的討論 或是對一些理念或是在民間版跟政府版的規劃上面的討論 那所以呢當時的參與熱身保留運動的這些朋友們說 好吧那你主流媒體不報 除了我們透過像苦勞網 像一些這樣公庫的這些媒體報導之外 我們也要去登上主流媒體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集資刊登廣告 所以在24小時之內 他們在一個網站叫做Heavy Demi 現在已經收了 Heavy Demi這個網站呢 400多個部落客在24小時之內呢 他們募集到了應該將近20萬 雖然錢比現在少很多 可是他們所做的事情跟現在基本上來講 似乎是一模一樣的 透過網路去集資 透過網路去募款 那Heavy Demi其實也變成是 他們在內部討論各式各樣運動策略的 非常重要的 也同時也可以成一個封閉性的 一個書籤的媒體 那這些公民報導 如果我們回到公民報導來看 公民報導也很厲害嗎 其實也沒有很厲害啊 1987年的時候 台灣就成立了一個 專門做公民報導的綠色小組 這些人拿著攝影機在街頭上面 到處拍攝社會運動的新聞 它有點像現在的公庫 公庫的公民行動引記錄庫 資料庫的這個成立 有一部分是要向綠色小組致敬的 那他們就開始在做一些影像的報導 因為當時只有 我剛剛講過只有台式中視華視三家無線電視台 他們只有三台 那所以呢都看不到社會運動 如果看到社會運動 通常也都是扭曲的報導 那還有包括像地下電台也是一種公民報導 在二十幾年前三十幾年前 它都已經存在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很多的東西 其實也不過是過去歷年來社會運動當中 媒體使用的一種延伸 那這個畫面其實更好玩 這個是在一個抗議的現場 這應該是在警政署的抗議現場 你會發現很多人拿著大大小小的攝錄工具 攝影機也好 或是照相機也好 甚至是手機 你會看到這些攝錄工具當中 沒有一個工具上面是貼你熟悉的logo 你看不到3D 看不到TTBS 看不到林寺 他是一群獨立記者 他是一群公民記者 他們很早以前就拿著攝影機 這應該是在2009年左右的一個畫面 他們就開始在做相關的報導 所以我還是要講 雖然這一次的新媒體在裡面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在過去的這幾年來 早就已經慢慢的建立了一些 這一種所謂的合作的模式 或者是所謂的呈現的方式 而現在看到的東西 他其實各自有各自的原型 那他一樣是一種各自獨立在過去 也是一種自然分工的情況 當然你不能說這一次完全沒有什麼不同 他有的是更快速更精煉更便利 然後那個團隊更快的集合而成 然後更有趣的是 其實現在有更多的資工的背景的人 加入到社會運動 這個是跟過去在所謂的社會運動當中的 網路表現或是媒體表現相較之下 這一次是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也因為這次網路的這種表現 其實就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你會發現在這次運動當中 出現了一些家庭裡面的糾紛 特別是親子之間、世代之間的糾紛 你看現場同學都偷偷的微笑 顯然在你們家裡有遇到過這種狀況 那有一部分是因為你們的家庭裡面的 不同世代的人 對於所謂國家發展的想像不同 對於中國的恐懼程度不同 那另外一個部分可能是來自於 這個家庭裡面的不同世代的人 他們在媒體使用上面的不同 在比較老一點的世代 就比較啦,就是說不是全面 那他可能看的是主流的電視 那比較年輕一點的世代 大概都是從網路上面看到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種所謂的媒體的不同 也會使得我們在很多的資訊的認知 或是進而採取的行動上面 也有很大的不一樣 那這次也是因為網路的這種出現 特別是臉書的大量使用 你會發現慢慢的出現一種狀況 就是unfriend 其實已經成為一種越來越普遍的現象 就是有很多人開始去刪除他的好用 那因為意見不同、立場不同 然後這很奇怪啊 民主很重要就是對話 那你連跟你的不意見不同 都無法對話的話 那你還說你要爭取民主 這個讓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們常把民主當作是投票 可是如果你回到一個民主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每一個人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主體、個體 就是因為有一個原因是在於他能夠表達 他能夠表達 然後他表達之後我可以聽得到 我們才要經過對話的過程當中 我們才能夠去相互的了解 然後我們可能才能夠相互的包容 或是我們相互在過去在爭執當中 我們找到共同的能夠生存 或是共同同意的一些共識 如果找不到共識 我們也應該要學習相互尊重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民主非常重要的一個價值 可是在台灣的民主就是選邊站 台灣的民主就是用一種所謂的投票 就取代所有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所以如果你已經把你的朋友給安掉的話 就是把他刪除的話 現在已經比較稍微平息了 你可以把他救回來 把unfriend的朋友回來 所以他不見得會黎密 或是說你去拜他 或是說拜託你救救我 讓我們再重新成為好朋友 像我都會常常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我意見不同的人 我都會去按他讚 就跟我說我就去按他讚 為什麼 我都知道我怎麼打敗他 不是啊 我都知道他在想什麼 就是我為什麼一定要把它除掉呢 我為什麼跟我意見不同 我就要把它除掉呢 這跟江儀化跟馬恩九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這是一個運動 我們要反省的地方啊 這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要把跟你意見不同 把它幹掉 你要想辦法去改變他嘛 改變他的話 就要按他讚 他就一直在你塗牙牆上面出現 或你就會在塗牆牆上面出現 你才有可能溝通嘛 要不然你要去尊重人家的意見跟想法 你又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對 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以為自己是正義 而不聽別人的正義到底是什麼 好 所以在網路世代裡面特別是臉書 它其實很容易產生社會對話之間會越來越不利的狀況 當然你可能因為臉書動員促成了某種社會的事件 而產生社會對話 可是在臉書的內部 它就有可能產生在對話上面一些困難 因為你會慢慢的同性相吸 然後你會發現在臉書上面所有人都挺你 可是你離開臉書你會發現你是孤獨的 所以它會變成同性相吸的狀況 那最後我要跟大家談一個東西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人都會不斷強調網路非常非常的厲害 或者新的世代當中網路的動員很強 的確是非常非常的強 這是無可厚非 可是一場運動真的只有網際網路 或是只有新媒體新科技的力量 當我們看到新媒體新科技的時候 我們看到手機 可是有很多時候社會運動團體 其實他們也非常熟練的使用新媒體新科技 可是為什麼還是那麼少人參與呢 例如說士林王家 他們也滿會用手機滿會用臉書 華龍罷工也很會用臉書 華龍罷工是我看過臉書專業做得最好的一個社運 社會運動的一個議題 可是有多少人去關心華龍罷工的事情 這個張藥坊大埔事件 2009年就已經發生了 2010年其實就已經很多人在臉書在討論這件事情了 可是大家真正比較願意去關心的事 也是在去年7月份張藥坊過世 或是房子被強裁之後才會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新科技是一回事 但是新科技之外有什麼東西 還是我們要特別去關注 他才是一個在社會運動當中 能不能夠去發展 能不能夠去產生更大社會動員的因素呢 另外一個要談的是議題 他常常一個運動能不能夠成功 或是能不能有多少人參加 跟他的議題的本身是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人大家應該會知道 就是在洪仲秋事件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曹金森 就是那個檢察官 那曹金森其實我覺得洪仲秋事件 能夠有這麼多人參加 要相當程度的感謝曹金森 為什麼 因為他講了一些怪話 譬如說畫面不見的國防部 對不對 然後黑畫面的事件 那你會發現洪仲秋的事情 為什麼會吸引那麼多人 跟議題的本身是有很大的關聯性的 例如說這個事情荒謬程度 到一種不可想像的地步 怎麼會國防部不見的 怎麼會有檢察官 這個所謂的檢察官 某種代表司法體系的人 去上call-in節目 這完全是一個非常不符合邏輯的 那這個議題的本身 也讓很多人產生很大的恐懼 為什麼會有25萬人 例如說絕大多數的人 如果是男生 他有當兵的經驗 他有當兵的經驗 他恐怕就有類似洪仲秋的經驗 所以他可以等下知道 在這個運動 在這個事件當中 洪仲秋可能受了什麼樣的委屈 這個委屈 可能也是他已經受過的委屈 可是他以前沒有地方發現 這一次終於撞到 讓他有可以發現的地方 可以湊一下 能夠把他的鬱悶喊出來 能夠把他的不滿展現出來 在這裡面有很多的是爸爸媽媽 因為他小孩要去當兵 他很擔心他去當兵的小孩 是不是會遭遇到 跟洪仲秋一樣的下場 所以他會願意站出來 希望悲劇不會再發生 在這裡面有很多是女性 因為他的男朋友 他可能要去當兵 所以他也會去站出來 很擔心他的男朋友 為了當兵的時候 不會有這樣的下場 這個議題的 跟民眾的關聯性 親近性以及荒謬性非常非常的高 張慶忠的30秒也是 這個世界實在是太荒謬 為什麼在30秒之內 他就可以通過福茂 如果張慶忠是用60秒 你就沒有那麼緊張 如果是用六天通過 你可能更沒有感覺 所以他跟這個議題本身 存在哪些因素 其實是有很大的關聯性的 而且我都覺得說 這個運動它其實是主流媒體 某種程度是主流媒體動員出來的 洪仲秋的事件 我根本就覺得是主流媒體動員出來 台灣很少 以前在二十幾年前的社會運動 比較支持社會運動的媒體 例如說自立晚報 自立早報 他會告訴你遊行的路線是什麼 可是後來都幾乎都不會告訴你 遊行抗議的路線是什麼 可是一直到了洪仲秋事件 主流媒體都會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要在那裡集合 然後抗議的路線是什麼 那我媒體那麼好 叫你出來抗議的 他的報導的量 已經到了一種緊繃 到緊繃 已經無法再討論的狀態 你連洪仲秋的姐姐幹嘛 你都知道 連洪仲秋的姐姐喜歡 是翁立友的這個什麼粉絲 你也都知道 你已經沒有什麼東西不知道了嘛 對不對 主流一打開電視都是洪仲秋 你還不出來 那你可能真是沒什麼血肉 所以他會出來 你跟洪仲秋的後面性 後面性跟主流媒動有關 你看這一張圖 這個在做直播的是什麼 蘋果日報耶 蘋果日報報道的非常非常的多吧 蘋果日報好像還有兩個直播的現場 一電視還有直播的現場 一電視就算不直播 他幾乎24小時 都是跟太陽花學運有關的內容 而且都是比較正面的 而且他都會變成是 林非凡這個陳偉廷的傳聲筒 他叫你3月30號散見 他就會講3月30號散見 而且不斷一天講很多遍 那這不是主流媒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嗎 所以很多時候他不是一個單純的網路 網路他當然是溢散到或是影響到主流媒體 讓主流媒體他開始改變了 他的這種所謂的報導的這種所謂的面向 但是不盡然他是一個純粹的這種所謂的網路 主流媒體在裡面還有更重要角色 再來一場社會運動 絕對不是靠英雄 一場社會運動很重要 哏都露出來 糟糕 一場社會運動更重要的是在組織 我們今天看到這一群人 這一群主要在媒體上面出現的人 其實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我跟你講說 他的背後有很多的NGO組織 在hold場在場控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一些人 不管是林非凡也好 或者是國超 黃國昌也好 他們其實從野草莓運動 或者是說在反壟斷運動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有很多的互動 開始就有很多的這種合作的經驗 他們其實也都是一種組織 一個社會運動 他不是百貨公司的週年慶 他透過網路的行銷 透過媒體的報導 大家都去那邊 你要注意 因為百貨公司週年慶 而來買東西的人 他買完之後就會走了 他只會把錢留下來 他不會形成更大的力量 他只會把物資帶進來給大家說 哇你好可憐 你要多吃一點 然後很多便當都吃不完 他不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力量 所以他是一個不斷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形成組織 在組織的過程當中 形成運動 在運動的過程形成組織 他是不斷的在一個捲動的過程 那這個他一定會 他通常都是會越捲越大 越讓更多人知道 這個社會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且我要講的是 更重要的是 這個運動背後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誰呢 派大星 不是啦 因為派大星跟這個星很像 不知道找什麼圖 我就知道 又派大星 然後剛好有個怪我囉 這個運動為什麼會成功 或是為什麼會聚集這麼多人 我覺得有一些因素 它跟新科技與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第一個 來自於我們對中國的恐懼 如果不是因為對中國的恐懼 恐怕不會有這麼多人 所以前一陣子曾經有一個民調 他說如果今天福茂簽訂的對象是美國 結果好像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是同意的 但是如果簽訂是中國 就會出現我們看到這個現場 看到這個畫面 那為什麼會對中國的恐懼呢 這當然是跟我們小時候的 整個的反共教育有很大的關係 或者是跟我們社會裡面 對中國的理解 或是跟我們媒體當中 對中國的呈現是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對中國的呈現不是極度的好 就是極度的不好 對不對 在我們媒體當中 對中國呈現不是極度的好 就是極度的不好 不是中國崛起呢 要不然就是黑心食品 可是中國有很多很多的面向 在我們社會當中 在我們媒體當中 我們是不知道的 因為這種簡化的方式 使得我們對中國的恐懼很多 那加上中國在很多的國際場合當中 在很多的國際政治當中 其實一直是要併吞台灣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因為對中國的恐懼 或者是反對中國來影響到台灣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除了這個因素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因素呢 例如說我們對於執政者的不信任 例如說我們的總統只有9% 這個9%的總統在年輕人當中 只剩下8% 那我們怎麼可能會把這麼重要的一個貿易的 或者是這個影響到民生 甚至國家安全的貿易的協定 交給現在的執政者去幫我們談判呢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非常讓大家覺得很恐怖的事情 那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神秘的力量 可是我覺得一個更重要的神秘力量是 這個國家的暴力是一直存在 而這個暴力的從來沒有消解 而且是不斷增強的 我所謂的從來沒有消解 而是不斷增強 例如說我們講一個最實體的暴力好了 很多人說這一次的運動裡面看到警察打門 然後看到噴水車就說 這已經十幾年沒有出現的狀況 其實不是 2008年野草莓運動的時候 警察打人打得比現在更兇 你拿著國旗在路上 他還會打你或是搶你的國旗 那當時就很多的人去控告警察說 你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可以去看一部紀錄片 叫做公民不服從 他們在談一個我控訴運動 就是他們去告警察 告到最後只有一個案子是成立的 其他都是不成立的 而這一群參加的人 很多都有在過去被警察打的經驗 或是這個社會有曾經被警察 或是國家暴力霸凌的經驗 這個東西是一直存在的 一直累積的 一直都沒有消解掉的 這一次會讓這樣的一種暴力 或是對這種所謂的怨恨 對這種國家的不滿 他會更爭強 所以下次再找到一個適當的時機 恐怕就不會是佔領立法院 恐怕也不會是只有50萬人 好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有一點時間也許我們可以做一些討論 好 大家先給老師一個掌聲